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收邮件 是什么意思 这个时刻代教导师有多捍卫自己的学生就成为决定性的一次 我挺想留下汪玉彤的 从第一天汪玉彤来 我看到的是她在不断地努力去突破自己 我的选择也是汪玉彤 我们非常看重有合作精神的人 天哪 两位同学 经过本次合议 我们现在通知你 你从今天开始提前结束实习 击碎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坏事 在某些时刻是重生的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 由腾讯视频自制的 国内首档绿正职场观察类真人秀 令人心动的offer第五季 欢迎各位 一口美味曲奇 工作状态满分 本节目由超超超好吃的 去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 实力高能进阶 offer轻松到手 感谢惠普新Book Pro14 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 兰蔻谱谱写你未来 线上学习平台 富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 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 美味持久在线 offer随时开炫 本节目由清爽 根本停不下来的 炫脉无糖口香糖 行业赞助播出 offer令人心动 英式派伴你逐步 感谢凭实力 致领先行的东风本田 英式派赞助播出 大家好 我是陈铭 首先还是一样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欢迎小明哥 欢迎淳叶 欢迎淳叶 欢迎大甜甜 欢迎俊林 哈喽 欢迎韵辰 今天加油团来了一位新朋友 浑然天成的演技 扮傻像傻的巨抛脸 瞧瞧瞧这前缀 哥这个前缀就不用说了 而且还超级努力 你说有这样的天赋 还有这样的努力 也没有 你不红谁红 让我们欢迎彭于香彭彭 欢迎 你不红谁红 太可怕了 哥刚刚咱说的这个前面不用说 哈哈哈 哈哈哈 刚才我前面那两句呢 是台本上已经准备好的句子 然后彭彭专门做到这里还提醒我 说哥这个一个字都不能错 哈哈哈 哈哈哈 没必要 做到了吧一个字都没错吧 小明哥几年节的时候 哥这不用说了 行 我们都可以做正 因为你刚才说了一个字都别了 哈哈哈 我说一个字都别了 像彭哥学习 哎呦我这个耳朵 耳朵都红了 准不准确 我觉得巨抛脸应该还是准确的 因为你的脸浮动也很大 哈哈哈 变动很大 你的脸浮动也 哈哈哈 陈敏老师稍微我们改一下措辞 对对对 我是说这个脸的变化 它的那种带来的气质上的那种灵魂 深处的 那种角色的感觉 那种人格的丰满 那种维度的多元 那种可能性的丰富 人格的变化 对不对 赞同吗 我觉得还是最后一句话最经典 你不红谁红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活该你红 洪光的脸真的红了 太狠了太狠了 哎你之前有没有演过律师相关的角色 说实话吗 嗯巧了吗 巧了也是 在我们俄播的啊 嗯女士的法则 啊 你你可以演过演过 你不要这么羞涩 哈哈哈 我这我现在 对主要是刚那个前缀一说完 我现在整个人发烫开始 哈哈哈 但是你好像今天有点紧张 是不是因为小明都在 他演的律师角色也很丰富 对对对 是 我还真的演了好几个了 我已经演了 你先别说 彭彭你说几个那个小明哥 哈哈哈 你说 最后的真相刚刚说了呀 还有吗 还看过哪一些著名的作品 很多啊 大汉天子 哎我说律师 哈哈哈 果然是 演技一流 巨跑脸 我说律师的角色 最近的 好事成说 哎呀 好好好 对吧 对对对 这个真是可以 因为腾讯视频的戏 所以没问题 对对对对对 我来跟彭幕汇报 我们这一季的绿政计在深圳 但不只在深圳 基本上辐射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 而且现在呢 已经到了第三个课题的考核了 那目前也给大家汇报一下 现在的这个KPI的排行情况 目前排名第一的是 王岩宇跟张亚琪 25%的KPI是并列第一 紧随其后是胡明浩 肖阳许文婷 20%的KPI并列第二 到今天呢 新的课题已经到来 全新的挑战也已经到来 他们会面临着怎样的考核 我们一起来看 他已经到了 早上好 你好 你好 小胡鸦 好可爱 你好 你好 早安 你好 你今天看起来好不一样 今天又有点记住 怎么了 洛绿 洛绿怎么受伤了 那天晶晶给我发消息 他说他在飞机上遇到洛绿了 真的 我说怎么样 他说特别支冷 洛绿早 洛绿早 消息不太好 这个造型不太好 有没有像港片里的博豪 博豪 因为伤还是有点严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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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给蓬蓬介绍一下 现在看到这个女孩就是王毅 王毅气场还是很稳 好 这实习过了之后就有那种工作范儿 你坐到梁威的周围上去吧 好的 你坐到那边 好的 你来啦 你来啦 来啦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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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翻过来了 哈喽 哈喽 他翻过来了 哈喽 哈喽 这两位有的吗 这两位 哈喽 你已经给他保护好 你要给他保护好 对 那你就放这儿吧 放哪些 你摆那个架子怎么样 可以了 可以 哎呀 新同事了 翻过来了吗 你好 你好 自己见面你好 哦 逍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这位是 这是谁啊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有一股甲方气质 哎 这位好 哎 王律师 欢迎 欢迎 好 这样 辛苦啊 干过来 没有 这次是有一个刑事案例 然后考核一下实习生们 让他们体验一下 在刑事案件当中 您这个大咖 好 没问题 好 行 那我们过去吧 行 好 哦 他可能专门打刑事案件的 大咖 都用了您这个词 我这个 走 来 那个同学们 我们到一号会议室集合 我们要发布一个新的课题 进入下一个轮子 所以今天要做刑事案子了 所以今天要做刑事案子了 好 同学们 上午好 今天我们首先欢迎一下 这是我们广州办公室的合伙人 王律师 王律师 王律师好 王律师呢 是这个国际商会 海关委员会中方专家 LIGO500 国际贸易领域 特别推荐律师 曾多次代理多宗涉税案件 过亿的走私案件 所以是我们所里的刑事大咖 专门打走私的 我们请王律公布一下 我们今天的案例 今天的课题是刑事辩护 这个案子是一个走私案 我们的委托人是张三 那在2020年的时候呢 张三是前往非洲某国 去采购了一匹襄牙 然后这条货柜呢 就从非洲启程 运往中国香港 那在这个运输的途中呢 张三就破悉香港海关近期 是查获了一宗 类似手法的一个走私案件 那于是呢 张三呢 就联系了同岸人李四 商议 准备将这一批象牙 运到越南之后 通过广西边境 走私入境 但是由于这个价格 没有谈拢 最后 张三无奈呢 是决定要求船运公司 把这条货柜运回非洲 那这条货柜呢 在中转港卸柜的时候呢 是由于船运公司 包括这个港口管理方的 一系列的操作的事物 货柜呢 重新又调配到 中国的某个港口 于是被海关查获 那案发之后呢 张三呢 是主动到海关集司部门去投案 同时呢 他也提供了李四的手机号码 还有住址 那之后呢 李四呢 是在某个口案 准备出境的时候 是被边控部门进行控制 这是这个案子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说一下这个课题的一些基本的要求 一会儿会分成控辩双方 控方呢 是以张三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来进行准备 辩方呢 选择不罪辩护或者罪亲辩护来进行准备 控辩双方认真阅读材料 进行准备 这个案情是大概情况就这样 等一下会有邮件再进一步把有关的这个事实再发送给大家 接下来呢 我将宣布一下整个这个案件的考核规则 今天的规则呢 是个人战 你们将要自己选择是控方还是辩方 按照现在设定的规则 某一方可以最多有五个人选择 辩论分为上下半场 上半场以座位顺序 控辩双方依次提出自己的论点 当论点被采纳个人加一分 如果论点不被采纳个人减一分 那就是要说论点 所以你所有的发言都要是有效发言 而且顺序也很有关系 是的 一旦准备好的被别人讲了 对 我怎么办 是的 下半场开始抢答辩论 对方可以驳斥 当驳斥被采纳的时候 个人还是加一分 驳斥不被采纳 个人减一分 最后看谁的得分最高 所以你们要根据按键材料 尽可能找到多的论点和证据 我们还有个特殊规则 就虽然是个人竞争 但是团队的胜利也会影响个人成绩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计分板 每方有三个刻度 当论点被采纳的时候 指针向采纳方倾斜一度 如果论点不被采纳 指针的位置不变 然后谁先完成到三分 考核的前三名就出现了 胜利方将每人再加三分 我们最终是取前三名的KPI 连续三分 那就必须连击 到底是谁赢谁输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 谁能够找到论点 而且要快 要在别人前面先找新输 对的 然后我们到下午五点半 准时在二号会议室进行考核 大家要注意的 这次是个人战 在做选择之前先不要讨论 这个确实不能讨论 因为论点是别人说过你就不能讲 个人战就是自己准备自己的 真本是 现在大家先回位子研究案子 四十五分钟以后 开始选择空面方 全程大家不要商量 这是抢论点 先后顺序 而且组员还不能太多 要组员太多了 你就抢不着那么多了 但是组员多的话 可能这一组优势大 很有可能会获得那个团队 时间还是很赶的 太赶了 好他们现在就先去阅读这个案例 然后自己去判断 到底是空方对自己有利 还是辩方对自己有利 案情就是这个案情 重点的是论点的清晰性完整性 你的观点被采纳是最重要的 对 那是不是天然的来讲 肯定站在 空方肯定比较有利一些吗 但是这里头我理解 是不是也不一定 就是全都局限于这种 这个无罪的辩护 找到一些 减轻或者从轻的理由 是不是也可以 辩方也可以得分 对吧 对也是也是可以的 是的 其实我觉得空方反正就是一条主线 反而点不多 辩方反而会点 点的会多一点 对 辩方它可以打更多的点 作为我们在诉讼角度去看 我觉得无论是形式还好 民事也好 行政也好 作为空方来说 你是要铺一张网 作为辩方来说 我撕一个口子就可以 所以空面双方本身的地位 会有利于辩方的 嗯 辩方 辩方 哦 张亚齐走的是 减轻 全是辩方 全是辩方 是 没错如果是我 我会选辩方 我也会 对 就这样啊 我觉得就看 压自己组里的人 谁压错了 五番谁请 谁错的最多 五番谁请 请王律师过来的 可以有道理 就是两个都错的 就肯定满盘结束 好了 我觉得我们组的 我觉得汪语彤 可能会选空方 张亚齐选辩方 对吧 我也这么觉得 对 对 雨童的性格 可能会是学生的 然后接下来她会 就目前来看的话 她可能不会想到是 辩方 其实是会有更多的点 肖阳呢 我觉得 性格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她有可能 也会选辩方 肯尼我觉得 应该会选辩方 律师思维嘛 但她对中国法 成文法的角度 就跟她香港的实习的 经历有差异 有差异啊 她不是找案例 而是找法条 从事实的部分突破 但这个角度一样一样 是的 在这一点上面 其实普通法 还是对这一块 是有蛮着重的培养 对 言语 我觉得有可能 会选辩方 然后 但我觉得 胡明浩有可能 会选辩方 对 她那一转正气的样 对 说她有那种 检察官的气质 对 效果 我希望他们两个 都选辩方 都有这么大的 发挥空间 而且确实 都有 真的都有可能 主动会选辩方 因为黄凯 其实她在这种 正反双方那种 持方的判断上 我觉得还是有点 她的本事的 如果是我 我会选辩方 我也是会 我做被告 习坐惯了 天然的律师角度 记住我们自己的选择 一会儿观察一下 那他们总结 人律要起吃饭了 就如此 这个案子很绕 而且选什么 其实很重要 先问小和好了 我太好奇了 我先问 如果你选哪边 我可能会选辩方 也是辩方 因为我们就是 在刑事辩护当中 控辩双方的责任 本身是不一样的 控方它是有 什么责任呢 就是说我要主张 犯成这个罪 到底是为什么 它需要证明 我的构成要件 然后需要证明 我的违法性 然后需要证明 我的有责性 就是你面面都要论证 要把一个房子 搭好搭起来 最后才能够 证明我有罪 但辩方的话 很有可能 就你只要拆掉 我的一根沉重柱 把我这个门拆掉 只要构成我这个不是一个房子 那它其实就 某种重置上成功了 而且在这个赛制里面 我觉得辩方 还有一个优点呢 就是在于 它不局限于就是 给的那些书面材料 然后你把它搭起来的 一个固定的框架 它可以找各种各样的一些 证据去佐证它 你又可以很多点可以打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可以选辩方的话 也许能够有更多 发挥的空间 回到这个案子本身 它本身很绕 好像先买了一批象牙 然后那个国家本身 这个行为好像是并不违法 它没有加入的那个 那个公约 对 紧接着它又运到香港 然后什么又 又倒退 然后它又不运了 然后又转到一个地方 然后最后又运回去 传播公司搞错了 又给运回来了 那这个 在你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还要看更多的 信息的普通 对的 我就是在看到它那个 粗浅的案例 我可以就是我猜一下 它可能接下来 可能会猜一些 比如说 他们会说 那其实要构成这个罪 本身是要求 他们是故意去犯这个罪的 这是对于这个犯罪的 一个构成要件里面的 一个主观要件的 一个要求 那难道说有一些人 比如说 他可能买卖了什么东西 他不知道那是走私 这个是无意的 就是比如说 我带回来一个象牙 它是一个那种纪念品 那我本身也没想着 把这个东西拿去卖 或者怎么样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可能是无意的 那可能就不构成这个犯罪 那比如说 上了法庭的时候 这个有意跟无意 完全可以撒谎了 就是这个动机怎么去分 论计不论心 是的 但是还要看具体 他们拿到了什么证据 因为刚刚那个律师不是说了吗 要看他们的细节 你看他很多照片 或者怎么样的 这些东西看看 他到底能够证明出什么东西 还是蛮关键的 彭彭彭感觉这个难度高吗 这是你来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个案例 我的妈呀 我反正已经绕晕了 来 接下来请彭彭帮我们复述一下 刚才那个案件讲的是什么 欢迎彭彭 刚才那个案件讲的就是 请看V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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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上一段 请看上一段 把进度条往回拉一拉 对对对 但是你看到这个例子是我们他们前面看到的 走过的这些课题的难度的一个均指 就是说每一步都很难 关关难过 关关过 我们也来看一看接下来他们做出怎么样的选择 好呀好呀 还挺好奇的 到A期 那么现在 那么现在 我们将开始选择控辨方 我真的看胡明浩有一种检察官的感觉 我觉得胡明浩未来应该考工了 我感觉 落率 好努力 一号会议室为控方 二号会议室为辨方 你走进了任意一个会议室 代表你选定了哪一方 这还得快点去 一会儿选满了就选不上了 是只能进五个是吧 对只能进五个 是 各位实习生我补充两点 第一个呢就是辨方这边 可以同时选择不罪辩护 跟罪情辩护 不需要只选一个 他说可以同时 这个好 对的 大家可以准备得更多了 第二个呢就是 到时候发表观点的时候不要重复 前面的同学讲到的观点 后面如果是重复的 是不得分的 好 我就说这两点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有一个论点 但是可能我两个同学给的是不同的论据 来论证这个东西 这样算重复吗 这样如果说这个 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证 这样可以判定是不重复的 你的证据可能是不同 目的地相同 两条路道的 那么现在我手里有八个信封 大家抽到的顺序 就是你开始进入 任何一个你选择的顺序 又来这个 还有成无顺序 那最后一个好彩了 你请吃 我请吃 为什么一定是我们两个呢 我看到胡明浩 一个很无奈的表情 我每次抽签都抽一个数 五是我的幸运数字 我也喜欢五 你选 你选 交给上天决定 我这个运气 又是八 文婷又是八 好 现在按抽签 确定的顺序 可以往那里走了 直接走是吗 直接走是吗 黄凯是一 加油黄凯 黄凯你是一号 是的 你放心了是不是 黄凯他在这种 持方的判断上 我觉得还是有点 感觉的 对 他的本事的 一号是空方 二号是变方 二号 一号 他选空方 空方 空方 黄凯还打小报告 他们在打赌 他们在 谁输了谁请吃饭 他们 对 他去辩方了 还到这样了吗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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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消了 他换了一个屋 二号 哦 哦 颜宇 我感觉他也会选变方 我也觉得是 攻击型选手 他走路的步速都非常地迫 你知道起风的那种 毫不犹豫 三号 King 我感觉King也会选变方 我也觉得 我觉得King应该就是变方 我每次的这个运气太厉害 还是变方 所以大家还是会觉得 变方的话可能 可发挥的空间大一些 目前三个都在变方 大家都选变方 都选了变方 我感觉他会觉得说 大家都选了变方 那可能他去空放会好打一下 他肯定是觉得人太多了 是 因为已经三个了 你想他确实第四个 太饱和了 就是后一 assumed 你要是我们开心 忧愿的 忧愿了 他会纠结一下 在命运的路口 和她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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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她是對的 我也覺得她是對的 我覺得她是對的 如果是我 我一定會選擇人少的那一邊 對 這個太飽和了 因為是個人賽 所以我肯定選人少的一邊 空方 空方去了 五號 胡明浩 我覺得胡明浩還是會去辯方 真的嗎 小明哥 以你對胡明浩的了解 我覺得胡明浩可能會選空方 我覺得胡明浩有可能會選空方 對 他的一身正氣的樣 對吧 我生怕慢了 趕緊插緊了腳步 他跟肖陽一對 馬胡明浩很堅決 對 頭也不回地衝進來了 他去辯方了 我的天哪 軍林百分之百命中 到現在為止 那一會兒就是 到底我們這個結果也你來猜 好吧 你負責你來猜 行嗎 行 完了 最後一個位置了 第六位 那這個位置到底怎麼選很關鍵 我覺得汪雨桐可能會選空方 選空方吧 不要再選辯方了 他也選辯方 趕緊 趕緊跑過來 那就是剩下兩位直接就只能去空方了 是的 他們倆就沒有我選 請先入座 不說 我們兩個 是吧 倩倩 倩倩 我喜歡聽你每次怎麼都這麼傻 手氣太差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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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有合作機會了 合作機會 合作機會 來 合作愉快 加油 我們可以的 加油 加油 再一個 校陽真的 挑戰自己 校陽對你刮目相看 我覺得挺好的 這樣 非常打氣 主動地選男持方也是一種擔當 也是一個 對 一個責任 但是人多的話 其實也不太好 因為觀點就會很重複 一彤你知道嗎 因為你的選擇 你的老闆今天要出血 因為我們之前有預判說 然後團隊裡面 各自會選擇哪一方 然後誰預判錯的最多 誰就要請中午 請王律師吃午飯 我的預判完全正確 Kivley選辯方 蕭陽會很糾結 對 我猜你猜對了 我猜你猜錯了 我不瞭解你 劉律還特別說 同一號一身正氣 一定選空吧 一身正氣 走進了辯方的會議室 言之鑿鑿 你們距地有聲 我猜我們兩個都是辯方 但是許文婷一貫的抽籤 運氣差一點 有無奈的成分 你們是想選空方嗎 還是 沒得選 沒得選 大家都想選辯方 對 請王律師給大家鼓勵幾句 鼓鼓氣 這個 這個三位雖然看上去 比較弱勢 我們之內只有三人 就那邊那五位同學可能 看卷宗 可能感覺 辯方的點比較多 比較好說 但是實際上呢 就是他們每個點 只要我們空方三位同學 認真地去準備 每個點都可以打他們的臉 好 五點半開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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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律師們 行 咱們有更多的得分的機會 是的 來 五點半開戰 都好厲害 是不是律師這個職業的那個 勝負心很強 是的 既然是對手方 那我們一定要贏 要為當事人負責 也要為那個人民群眾負責 在這裡 我們要來做這個 做個好 有些人負責 做個好 那一件事 我來做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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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案件 是不是信息点特多 我总觉得 是很多 因为 他们之前好像没有看过 这么厚的材料 我总觉得 这个还算少的 因为真正的刑事案件 我之前有实习的时候 它的那个卷宗 光是被害人 和一些证人的询问笔录 加起来就这么厚 你要一页一页看过去 一页一页看完 一页一页看 可能关键的信息 就藏在某一页的 某一行里面 我说的 你离开 某一项看难览 谢谢啊 加油 欢看 加油 雨冲 好慢啊 她压力挺大的 她一般都是这样 对 喊完就又好了 好慢啊 就是我看着就忘了 我看了一点 然后就忘记了 前面的说什么 人之常情 朋友 谁不是呢 嘴T 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多材料 我打算点个外卖 我就猜到她撞上了 我脑子里边在想 她不会撞上吗 她就真的撞上了 发生在我身上吗 我以为是空着的 对 天哪 太可怕了 但是有点紧张的 还是紧张的 太可爱了 都怪那玻璃擦得太干净了 小哥 你也来吃饭了 我早饭了 我早饭都没有吃 我也没有吃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一吃饭回山 一直想出来 我要吃个饭了 你们那边有五个人 但是我们有一个团队这样 我的意思是 你们竞争很鸡烈 谢谢你提醒了 所以我发现 大家全部都写变方 没什么写变方 对 我现在有点后悔了 就是我觉得 可能空方的话更好弄 就是 竞争更少点 得分点 对 因为五个人 点也就这么多吗 你们那五个人分 选完之后 我坐在那的时候 我已经有点后悔了 没事 加油 这次暗子图片资料好多啊 确实 不过惠普星Book Pro 14的2.8K OLED屏 是真的很清晰 看图片毫不费力呢 对 因为惠普屏幕 最高支持一百二十赫兹刷新率 使用起来页面流畅不脱影 这么高的刷新率吗 嗯 那耗电量应该也很大吧 那你小瞧惠普了 它可以根据不同需求 智能调节刷新率 实现清晰度和续航的更有匹配 提升咱们的使用体验 学到了 那惠普确实有点东西 难怪我看象牙图片的时候 连雅调上的细节都清晰可见呢 所以说有惠普在 我们不会漏掉任何细节 嗯 是这个道理 那我们继续整理资料吧 好呀 继续为我们空方的论据添专家吧 好吧 时间也很紧了 只有几个小时 一场没有硝烟的对抗 其实这个案子 本身里面呢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有两个主要的点吧 一个就是主观上 它到底有没有走私的主观故意 这是其中一个 就是说到底是有罪无罪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点 对 但这个基本事实的话 如果作为辩论来讲 你是主动把那个货 从非洲启程运往香港 你自己包装成木炭 你这个肯定是故意啊 你不然的话 那你为什么把它 故意改装成这些 对 所以我们想问主观上 他如果所作为反方来说 他要怎么去找空间呢 他不知道这是象牙吗 他肯定是知道这是象牙的 但是呢 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在这个案情里面 第一行结尾开始 就说这个国家 是没有加入国际贸易公约的 所以其实我理解 是不是他在一个 本身不违法的地方 从事了这样一个 在中国法域里 看上去的违法行为 他本来也没有像 返到中国来 但是是因为阴挫阳差 被中国的港口给扣了 是不是对于反方来说 这是破题点吧 嗯 King和小胡已经找到这点了 本来预谋就是将象牙 然后是运至越南 然后通过广西走私入境 第二段 这是他本身就有的一个意图 但是这个计划最后没有实施 是就没有按照他所预计的发声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让双方 都有东西可以讲 明白了 他们的措辞真是好严谨 一边说实施 另一边说没有按预计的发声 这就不一样了 马上就不一样了 对法律上措辞超严谨 另外就我们在这个具体的卷中的设计上呢 我们也对那些比如说监听报告 还有犯罪行人的公诉上 我们也这个做了一些漏洞 或者说瑕疵 所以就是说从案件的该要 包括卷中里面的具体的文书 让他们双方都去找自己 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一些变点出来 好 哦 鉴定报告没有盖章 这个可能会涉及到这种证据瑕疵的问题 哦 除此之外 看看他们还有没有什么惊喜给到我们 我考虑就是我们在打分的时候 我们不设一个选择答案 你们准备了多少个点啊 我就算了 十五个点 十五个点 我也是 我还在准备 因为我刚刚是写一对 然后现在把它分成点 很燃啊 这简直了 好 找到大量论点 胡明浩 胡明浩还是很稳的 是不是 是不是一个论点 配一个证据就是一个观点 是啊 那我好像准备好了 我还没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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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他就是那种轻轻松松就学习和考试都特好的那种 情商和智商都很高的人 四千多个字 四千多个字 忘了 我把输了 咱们过去包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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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salen 二十多个点问题 二十多个 然后有很多细碎小点 然后论点跟论剧之间的 这种匹配关系 我感觉两边都沉住在说 胡明浩那边 王一言语感觉非常的自信 就他一个人说了那个 我好像已经准备好了 他说是一个论剧 配一个论点吗 那我好像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案子本身是一个 象牙走私案 所以我感觉 离我们生活有点遥远 但细想一下也没有那么远 因为我们经常出国旅行 然后有的时候会想到 给家里带点东西 那有些东西在我们旅行的所在地 是可买的 但是可不可带就另说了 在这个细节上 有没有给我们点小提示合理 我们来一个小的一个问答怎么样 就是也考一考在座各位 主要考蓬蓬 这蓬蓬已经 先让我来试试深浅是吧 试水 来我们简单一点开始 好最简单的 枪支弹药能不能带 当然不能了 答对了 哥你这在问什么 你给陈铭老师来个难的 这是个送分题 那考一个陈铭老师 必须给我问一个同等水准的 难的 难的 牛肉干能不能带 我一听就难 我的天你这 我得问是什么牛了吧 对 这不同的牛不一样吧 真严谨啊陈老师 是不是那有国家二级一级特级保护动物的 这不是就不能带啊 是的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这种食品 就不要乱带 包括比如说植物的种子 对 因为我看外那个国外好像有花会很漂亮 我就去买 不能带的 因为国家对于这种动植物免疫啊 或者说这种检疫的要求是很高的 还有比如说土壤 不能带 土壤不能带 因为土壤可能会含有当地的一些种微生物啊 或者是怎样子 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会造成一些侵害 比如说你鞋子上黏了一大坨泥 那这个可能会被过安检的时候会被那个检查 前两天我有个朋友给我挤一个镜子 那个镜子的木头是一个什么什么木 我记不太清楚了 那个木头也不让带 是 你看这个谱法这永无止境啊 学习永无止境 还有什么好的考一下棚本 考一下棚本 我刚考过啊 不是刚刚那题不值得你这么兴奋懂吗 很兴奋我对了 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 乍一听觉得合法 但是其实也许在违法的边缘疯狂试探的一些举动或者行为 所以就我们生活当中要多多积累一些法律常识 我身后有一块白板 白板上列出了五个行为 这五个行为是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可能碰到的事情 希望大家来猜猜看合法事件和违法事件都有哪些 先看第一题 未经允许蹭WiFi 肯定违法 为什么法 为什么 为什么 黄胖 我直觉啊 就是人家WiFi是人家自己就花钱卖 你花钱卖的WiFi 我不花钱我就蹭了 是不是 虽然没有什么法理可言 但是有质朴的情感 这种法感情是倒对的 对 那我要自首一下 你们知道吗 我是一个练WiFi达人 因为我团队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我去任何地方第一时间先要连WiFi 因为我手机费特别低 就是我去任何地方第一时间先要连WiFi 是 但是你连酒店的那些都没问题 你不能去弄个WiFi破解 弃然后去连人家家的 这就不行了吧 你这个是正当的 你这个非常正当 我超爱连WiFi 是 我也爱连WiFi 但是未经允许我不连 法感到位啊 法感到位 再来一题 自家杀的猪肉卖给亲戚 为啥 我的天 又为 你讲讲讲 我感觉啊 肯定得有那种许可 对吧 养殖的啊 是的 不管是养殖的 包括屠宰 他也是需要 对对对对 第三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快饿死的时候吃保护动物充饥 你觉得呢 你前两题你答的就是快刀乱麻 我觉得对 朋友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快饿死了 你前面有头老虎 你把它吃了 我觉得 这个这个我先 我先澄清一下 我肯定不会干这个事情 对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学 但我如果真在生死边缘 我绝对吃 那法律会保护你 真的吗 真的 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 紧急避险的问题 因为关键词 他这个饿死啊 应该不是大家说的那种 就是说我叫着我饿死了 但是你真的快死了 然后在这个人的生命权 和这个保护野生动物的 野生动物的这个权益面前 我们可以取其轻 然后我们要保护一个更重要的法医的时候 可以去侵害这个轻的法医 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成立紧急避险 因为你人活着是最重要的 人命 对 第四条 醉酒的时候骑行自行车 碰碰 又是我 你熟悉这个状态 状态 我是说骑行自行车这个状态 肯定违法啊 真假的 这也醉价吗 我不知道 我直觉 其实是有的 这样一个条例 因为大家更多在意的是机动车 但是骑自行车 你喝久了也不要骑 因为你醉酒开车的话 是违反的刑法嘛 你就犯罪了 可能我们查处的力度比较大 但是这个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行政法规 那有些时候如果 没有被看到的情况下的话 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执法人员去处罚你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没事的 但其实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 也最好不要去做 这个真的真的 这个好厉害 好厉害 最后一个 你咬放狗咬你的人 捋一捋啊 咬了谁 你咬放狗 咬的是人 咬的是人 逻辑 等一下啊 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 你咬那个狗 和你咬那个人 应该都是不违法的 因为你这属于正当防卫 对 是的 小明哥这是理解对的 哇 如果你真的要去咬这个 放狗咬你的人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不违法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放狗来咬你 那当你处在这个被狗咬的危险之下的时候 你想要去防止它侵害你 那你 试图以一个就是 用咬的手段你去攻击那个放狗咬你的人 相当于是你在制止这种伤害你的行为 那本身的话 正当防卫其实是阻缺了这种违法的这么一个法定的事由 当然如果说这个狗都已经没有在咬你 甚至已经跑远了 你因为愤恨 然后去咬这个放狗咬你的人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依据这个正当防卫而构成这个违法了 就我觉得我们这一点还是很厉害了 彭彭连队五个吧对吧 全队 全队 没想到还是挺简单的 挺简单的 六个 对了六个 对啊 还对了前面那一个 今天是我们的普法小能手 哦 活该你红 你不红谁红 你不红谁红 我是脸红 OK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案例本身了 八位做出了自己的控方和变方的选择 五比三 是 跟我们刚才小和的预计非常的接近 如果站在个人的角度 你们觉得谁在这一轮胜算会比较大 刚刚那个代教老师说 变方的那个撕破的那个突破口的时候 他本来也没有想翻到中国来 但是是因为阴挫阳差被中国的港口给扣了 是不是对于反方来说 其实这是破题点吧 嗯 说完之后 其实那个小胡和King 就已经马上把那个 作为他们的第一点 就他们其实的那个 准备的思路和逻辑是非常正确的 然后胡明浩已经开始打他的那个 论述的那个框架了 所以我觉得King 如果按这个呈现的话 我觉得抓住了开头 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胡明浩和King 对 是一个很强的竞争力 那个王毅 他是之前有实习的经验对吧 有有有有 我总感觉好像就是 他是自己准备的还挺充分的 因为以之前的那个案件来讲 他们不是跟胡明浩 胡明浩合作过一次吗 对 我就感觉他好像准备的也挺充分 还有一个就是 老师刚刚有讲到说 怕他们是学生思维 可是王毅 我觉得他好像是有更多的实战经验 就是我总感觉他在在这一轮 依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点 本来就是第一名不可小觑 然后我觉得萧阳也是大概率会 是的 是的 所以现在胡明浩 Kim 萧阳还有王毅 王毅高手过招的时候 不行 我要支持黄凯 好 吓我一跳 为什么 觉得黄凯 我就是支持他 没有为什么 无脑支持 我能再补充一个人 可以 但我觉得那个张雅琪我期待 因为他凡是到辩论 就是都给人惊喜 但是我反而有一点担忧 因为他上一次 在辩论上的优势 建立在那种感性的输出之上 就是那种情绪的调动 AIGC真的能够判断 什么是借鉴 什么是抄袭 但这次这个形变 尤其是上庭的这种 他可能要剥离很多感性 我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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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喜欢你 我感觉跟露宿的 我不管 来吧来吧 我们看一看 他们正式上了赛道之后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来VCR 你好 我是律师许文婷 委托人要到了吗 还没到 我再检查一遍 嗨嗨嗨 休息一下 吃口大块曲奇 为自己加加油吧 巧克力味豆更多百分之三十 超浓郁 又见面了 我们开始吧 一口美味曲奇 工作状态满分 想要满分状态很简单 去多多给你一个放松的大动作 超浓郁大块曲奇 多加百分之三十巧克力味豆 迎接自信好状态 赶快去买去多多 还有千万现金红包等你瓜分 好的 各位同学们 我们下午的正式考核 马上就开始了 开始了 是罗子是马 上战场六六 正式开始以前 我再介绍一下 每个人前面有一个笔筒 和几支笔 我们用笔来作为个人计分 一 论点是 当论点采纳 采纳 得一分时 请在笔筒里放入一支笔 这个不采纳 论点不被采纳 扣一分时 请在笔筒里拿走一支笔 这是一个类似于拔合的拉力赛 就不采纳要拿出扣一分 对 你发言无效的话要扣分 所以必须有效发言 王律师刚刚冲的右边空房说不采纳 好 孟 我跟你说 今天咱该是不说 这猜测点灯绝对靠你 对 你这观察细致 谁先满了三分就结束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王律师带领 开始进行考核 好 大家下午好 那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课题 分上下半场 上半场呢 我们就按照空边双方 依次来发言的这个顺序来进行 那下面呢 首先是由空方开始发言 好的 一 论点是 根据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 张三运输的象牙1486根 总净重10.12吨 其象牙种类属于我国规定的 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物品及制品 他现在在讨论的就是说 象牙它是这个法律所认为的违规物品 先发言好有优势 先的那些论点肯定是义德的一些论点 对 来吧 直接转 这压力 好 下面由辩方发言 我的论点是 我方的被告人的心态并没有构成故意 主观故意 被告人本来安排货柜去运回非洲A国 是船运公司错误的把货柜运往中国 而被告人没有希望危害结果发生 反而是他要求船公司把货柜退回非洲A国 终止这场走私 因此 我方认为被告人没有构成犯罪的主观故意 嗯 惨了 最核心的点 上来比较容易得分 先捡着最直接的说 把后面同学的点一下就抽掉了 后面就不能再说这一点了 好 下面请控方发言 控方认为张三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刑法规定只要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并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均可构成刑法当中的罪行 所以张三达到十六周岁 并且拥有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是拥有刑事责任能力的 控方是必须要把所有的这些点 都去说一遍 所以主体也很重要 明白 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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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请辩方发言 辩方的意见认为 控方这边证据不足 图六是鉴定意见 大家可以看一下 鉴定意见书 价格依据这里有写明说 如果能判断一个象牙是整根 或者是合成 可以合成为一个整根 这种情况下 才可以按照一整根 为二十五万元定价 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照片 图一可以发现有断根 而且没有拼成整根 图六很明显是一节 很难判断是整根 是断 好仔细 所以我们认为 建立意见书存在问题 证据不足 他主打一个这个证据不足 好 在哪 只要辩方论述说 正方是那个 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他们就不会成立这个犯罪 好 下面请控方发言 控方认为 张三对于走私行为 具有主观上的故意 首先从职业习惯来看 张三作为从事跨国货物 进出口运输业务 长达数十年 并且频繁出入中国海关 李四听他人说过 张三曾有过运送象牙 进国内的经验 因此应当认为 张三知悉或者了解中国海关 关于象牙进出口的规定 这是对刚刚Tim的观点 直接的交锋 对的 好 才那 辩方认为 涉案估算 金额种植存在问题 根据冰威野生动植物 总国际贸易公约 旨在保护冰威野生动植物 但这边估算金额是把 蒙马相的价值也 一并进行计算 所以我方对此总额提出意义 哦 很好 才那 黄开 好细哦 我方认为 张三装木炭的行为 实为为了混淆海关 具有犯罪故意 装木炭 并不能按照张三 讯问中说的是为了防止 象牙在运输中撞坏 好 才那 天方主张本案中 犯罪的客观方面不成立 因为张三只是 有象牙的货船在公海上航行 并且没有向中国海关 申报的情况下 他的行为 并不构成一个 警法所禁止的行为 采纳 控方认为 张三属于煮饭 不属于丛饭 张三自己负责去 装货 验货 订好仓 将木炭装在货柜 后续联络 改发越南 这个过程在走私行为当中 并不是起到辅助作用的 而是主要作用 采纳 现在都还是能采纳的 咬得很紧 就是现在的点还是比较多 我方提出对张三进行 认罪认罚的从宽处理 因为张三要签署告知书的时候 他达到我 清除了我签名 所以根据认罪从宽制度 可以进行从宽处理 这个不缠纳 不缠纳 为什么 认罪认罚从宽 它实际上是一个专门的制度 但是其实是自首才是一个构成量型 减轻的一个 但他刚才没有提到自首这个细节是吧 对 他没有说 他提的是认罪认罚 那下面请控方的三号 进行发言 好 控方针对变方 对于按设金额的意义做出回应 而控方认为 蒙马像的计算方法 并不影响清洁的认定 价值200万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清洁特别严重 根据鉴定报告显示 古代蒙马像像亚共有143根 按照每根25万的市场价格计算 走私按设计的数额 仍然高达三亿三千多万 因此他仍然符合情节 特别严重这一情节 所以我方认为 这一处关于蒙马像价值的认定 并不影响整个案情的判断 猜不猜呢 这个不猜呢 不猜呢 我突然发现他们得了一分之后 再说话很危险 都扣了是吧 得了一分就应该少说话了 好 下面请辩方发言 我方认为蒙马像并非珍贵动物 其象牙不应该被计算在 涉案固价里 根据野生动物 你这个观点是没问题 但是因为刚才已经有同学说过了 所以这个就不采纳了 他们还要记到底谁说了什么对吧 听不懂了 他听不懂这是个问题 对 好 下面请控方继续发言 无方认为张三具有犯罪的故意 其用木炭与象牙一起混装 其在询问时说 装木炭的一种目的 是为了卖给国内用户 暗示装木炭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所以装木炭的行为 并不能证明张三其在主观上 可以 所以装木炭的行为可以证明张三在主观上 知晓 运向牙是犯罪的 这个观点不采纳 我方对笔录证据提出异议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侦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 两次询问笔录之间 因间隔24小时 所以对第二次笔录的有效性提出异议 这个不采纳 没有采到点上 我方认为 张三主动提供李四手机及住址的行为 不构成立功 这些信息属于被告人应当供述的范围 公安机关根据被告人供述 抓获同案犯的 不应认定其有立功表现 而应认定被告人就有坦白的表现 这个不采纳 越来越难了 纷纷归零大家 越往后越恐怖 我的这轮观点还是 关键证据缺失依然是鉴定报告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鉴定报告没有建立人的签字 也没有相关机构的盖章 根据行诉解释第98条 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第六项 鉴定文书缺少签名盖章的 所以用来确定整个象牙的价值 以及其真实性的这个关键证据 鉴定意见 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应当从控方的这个证据目录中去剃掉 所以我们认为 关键证据缺失 所以证据不足 鉴定 这是一个证据瑕疵 他找得很准 果然很强 是景天的风格 哥 我名字里没有日月 你别这样 控方 继续发言 控方认为 张三的行为不构成自首 根据刑法第67条规定 满足自首的行结 需要满足两个要件 一是自动投案 二是如实供述 但是张三在此案中 并没有如实供述 鉴定 鉴定 我方认为 张三属于从犯 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以及危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例 在走私案件中 仅仅起到运输作用的被告人 处于从犯的地位 在哪 张三主观上有犯走私珍贵物品制品罪的故意 其在微信的讨论中很明确的显示 张三李四是希望绕过国家正规的海关抽查 将货物运进中国境内 在哪 行 那下面有辩方 最后一位同学发言 我方主张 张三存在犯罪未遂 因为 根据 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 但是犯罪分子 意外已知的原因而未得逞 是犯罪未遂 张三之所以 可以被认定为犯罪未遂 是因为 她已知晓刚刚查获的向阳案而准备逃离后 因为意外因素而被查获 在实行阶段属于被迫放弃构成犯罪未遂 完了 她肯定不认为她是犯罪未遂 采纳一个吧 这个不采纳 很有可能是犯罪终止 那我们就专门相场 我从前面两个没拿到分 整个人都懵了 前面的五号 就说是为谁 就是踩错点了 下半场是抢答辩论 请注意 当论点采纳后 对方可以驳斥 当驳斥被采纳 同样个人加一分 驳斥不被采纳 个人减一分 最后看谁的得分高 好大 太凶残了这帅质 清楚的话 我们现在 请王律师宣布下半场开始 好 那我们开始下半场的这个辩论 那下半场呢 是采取这个抢答的方式 首先是请 提名要站了 请辩方发言 第一位同学 这个你也有没有 问一问 我可以说 对 好 我方认为被告人有立功表现 应当从轻或者是减轻处罚 被告人在两次询问期间 都坦诚向公安提供 与本案相关的资料 以协助公安 与李四出警的时候 把他逮捕 李四是本案的主谋 所以被告人 有重大的立功表现 应当减轻或者是免除处罚 这个很占得住脚 我听这个感觉很合理 猜那 猜那 天哪 我也有法感了 法感 好 请控方博持 控方博持 他就要博持他的观点了是吧 对 好 你这些东西 嫌疑人张三 张三作为走私犯而言 共犯还应当供述 所知其他同案犯的 共同犯罪事实 才具有立功表现行为 但是 关于承运这个象牙的 承运公司 以及公司经理 在最后运输到象牙 深圳海关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张三作为共犯人 并没有给出足够具体的信息 所以我方认为 张三并没有立功的情节 不惨了 好 下面请控方发言 开始 好 控方认为 张三走私的金额构成入罪标准 2022年野生动物犯罪解释 规定了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 入罪价值数额标准 为累积价值2万元以上 走私珍贵物品及其制品 不再是走私即犯罪 而本案当中 根据鉴定报告 其金额一定是大于2万的 所以说价值上 是符合入罪标准的 嗯 成了 顺便请辩方进行驳斥 开始 请工作人员这边再次证明一下 咱们这批象牙的价值 价值的认定到底从哪里来 如果是从建立意见中来的话 刚我方已经提过 第一个建立意见 没有相关认断签字和盖章 第二个建立意见所依据的整个论证过程是不轻的 因为整个建立意见最终的依据 都是把整个象牙按照整条算 但是图片中分明有一小端一小块的 请问您方这个建立意据的结论是不是存在问题 如果存在问题的话 我方认为您方这边没有任何相应的意见 去证明向牙的价值 所以造成了证据不足的情况 我这个反驳是到位的程序正义 成立 采纳 你看 程序正义太重要了 对 你不能说我感觉一定能超过两万 就超过两万 下面请辩方发言 开始 蛮好 同学 好 依然是鉴定意见的问题 鉴定意见女王 他就咬死了这个点不放 死打这个点 他不会一个脸给他打穿了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关于象牙的这份建立意见 是由海关基司局委托 某一个这个鉴定机构去出具的 请问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是 鉴定限于委托的情况 公司这边未排除相关的合理怀疑 所以我方认为 鉴定意见 这份关键证据还是存在问题 公司方应该予以排除 在哪 四分了 一个点上 连攻带手 下面请控方驳斥 开始 我的天 都没有人准备到这一层 他确实程序证义上出现了有问题 没有驳斥 是吧 好 好 那这个点就拿下 打穿了 对 就是打穿了 下面请控方继续发言 开始 三小同学 控方认为 张三不应当被认为 从犯来处理 而应当被认为共同证犯 首先张三和李四之间的利益分配 不能成为衡量双方角色 和犯罪力的主要标准 而应当从行为人具体实施的行为来判断 根据张三第二次笔录 以及李四的笔录显示 张三还专门前往A国 负责向牙的采购和验货 这说明张三已经触及走私犯罪的核心关键行为 实施了共同证犯行为 此外 根据张三和李四微信截图证据的第三张照片 张三回复道 说起来我也是很倒霉 拿着马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 这句话实际上表明了张三接受自己在 这个分配方案当中不平等的地位 但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在这一走私案件当中 已经发挥着核心作用 这个微信里面聊天的措辞 很重要 表露了心思 在那 漂亮 好 下面请辩方博士 公送这边法律是用错误 正确的法律我们认为应该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6条 与走私罪犯通谋 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 或者为其提供运输 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 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 我希望之后控辨双方未来的任何 关于共犯从犯的讨论 建立在本条的基础上 成了 他五分了 言语太猛了 意料之中 言语比较突出 他大的证据链的角度 都打出来了 细小的包括整根象牙 鉴定报告的形式问题 他也打出来了 有宏观有细节 表达最流畅 好 那继续请辩方来进行发言 开始 三号同学 五方认为张三第一次 请问笔录不能作为证据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 犯罪嫌疑人 确认笔录无误的 应当签名或者盖章 侦察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本案中 询问张三的第一份笔录 侦察人员均未签字 不符合法律规定 因此不能作为证据 才能 下面请控方驳斥 开始 好 第一位同学 论点 张三主观上有犯走私 珍贵物品制品罪的故意 主观上是米 稍等 实验室 针对刚才的同学进行驳斥 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笔录的问题 对不起 现在就是一个点打一个点 你不能再延伸新的点 就是他如果没有驳斥 那我再看新点 对 你要就是证明这一点 你认了 你怂了 被打穿了 然后你开心的 对刚才的辩方的观点 控方有没有驳斥 开始 没有驳斥 是吧 又没有 完了 那下面请控方发言 开始 你好 论点 张三主观上有犯走私 珍贵物品制品罪的故意 主观上是明知的 论据 在2020年的7月28日 张三和李四微信聊天记录中 当李四跟张三说 要从越南走广西入境 张三的回复是 你确定吗 海关查货哪里都严 张三这句话表明 他们知道运输象牙的行为是违法的 准备 残了 漂亮 扳回 唇也不错呀 你看好雅琪稳 在赛点扳回一分很重要 你这个看人很准 下面请辩方进行驳斥 开始 没有驳斥 好 那继续请辩方来进行发言 开始 三号同学 我方对鉴定意见中鉴定方法提出疑问 虽然这边采用的方法是形态学鉴定方法 但考虑到象牙的外部形态易被模仿 准确性方面有欠缺 而准确性恰恰是案件定罪量型的关键 提出使用DNA鉴定的方法 根据DNA确定物种来源 是一种应用广泛可靠的分子生物学鉴定 黄凯形象学那个很加分的 对 其实黄凯他点抓的不少 用基因的经验方法 那个觉得这点确实是很加分的 成了 太棒了 长得像不代表试 这个好细节 黄凯漂亮 黄凯今天整个高光了 下面请控方进行驳斥 开始 我这里提醒一下 就是关于刚才辩方 多次提出的灾案证据 这个瑕疵或者说非法的问题 控方要做出一个回应 回应 回应 这不是个硬伤吧 硬伤 相当于就是正方的 矩阵责任没有尽到 那就不成立这个罪了 他就无罪了 好 下面请控方进行驳斥 开始 好 没有 但就控方我觉得可惜 就是他们遇到他们攻击 那个证据的问题 他就说了 他就不敢回应 对 证据这块 他们被打蒙了 不知道怎么回了 没错 就是人家一提到那个就得分 他们又不敢回 对 就把机会浪费了 那下面请控方发言 还没有开始 紧张了 国巧 再举 举 那下面请控方发言 开始 文婷快一点 好 控方认为 在事实方面 张三将货物运往越南后 后续打算运往广西的这一行为 也构成了走私行为的一部分 走私行为包括 行为人想要用伪装的方式隐藏货物 蛮官走私 在张三听说香港海关查获走私象牙案之后 与李四共同商议决定将货物发往越南 后续从广西入境 并且李四表明在广西会有人帮忙 因为张三觉得香港会严查无法隐瞒 而广西有人帮忙可以隐瞒 所以说实质上还是想以伪装方式隐藏货物 蛮官走私的行为构成走私行为的一部分 财纳 这个战场开得好 又搬回来了 下面请辩方驳斥 开始 没有驳斥 好 下面请辩方发言 开始 第一位同学 我方认为 本案中被告人火稀破鬼 被海关扣查后主动投案 而且他是属于重返犯罪造轻 所以他应当减轻处罚或者是免除处罚 所以现在Tim的这个说法 是从无罪辩护变成了轻罪 对 罪 罪轻 罪轻 对 残了 稍等一下 辩方已经有赛点了 所以大家请注意 对 请空方珍惜这次辩驳机会 请空方驳斥 开始 空方接下来开的这个战场 那个方向就非常关键 要开一个自己稳赢的方向 开不好这局就结束了 对 你要递到人家的枪口上了 驳斥 驳斥 是 开始 好 这剪辑老师怎么回事 停在这儿 张雅琪 你心目中看好的那个 key person 绝杀 我们先来看一看刚刚这一轮当中 他们的得分情况好了 就面前的比的数量 肖阳是一分 张雅琪三分 许文婷三分 没想到这个环节当中 这边肖阳竟然落后了 然后在辩方那边呢 胡缅浩是两分 王毅言语五分 绰赢两分 黄凯两分 王毅童零分 毅童崛起啊 感觉怎么样 你们看完之后 太精彩了 而且我就在想 谁找另一半 如果他的职业是律师 你跟他吵架 怎么可能赢 演讲到这一点 小何同学 你的另一半 会有这样的担忧吗 那要么也找个律师吧 对啊 两边一起吵 王毅太优秀了吧 太吻了 小明哥非常看好王毅 对啊 因为我觉得他的心态特别好 就觉得王毅言语 属于典型的职场当中 就是 就是 自带光环和优势的那种 就是属于情商和智商 都非常高的那种 虽然他可能年纪轻 但是他天生就是相对于别人 更加成熟 更加淡定 这跟他实战经验有关系 对 我们周围其实有很多 这样子的人 就是 同样都是一个年纪 或同样都学的是一样的东西 但就是其中有些人 心态更好 那心态的更好的人 在职场上就更占优势 当我最终到了今天这个年纪之后 我发现 打败自己的只有自己的心态 其实别人是很难打败你的 你真的是一定要 在每一个年龄阶段 要多学习多看 为的是什么 让自己的心态变得稳定 特别认同小明哥这个话 对比同龄人要变得稳定 你就会成为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 因为我看见言语 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得高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经验 他知道模拟法庭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子 就是你要去抓具体的一些细节 一些证据 他到底有没有用 然后去攻击对方 这是辩方很有利的点 但是你看 宇童他确实没有什么经验的情况下 他打的都是一些大的宏观的 他是不是主观上有故意 他是不是行为怎么样 然后他到底这个犯罪形态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法学生他在课本里面能学到的东西 但是证据到底怎么认定这个老师不会教 我特别同意你这点 因为我想说的是 你就反观你刚刚这点看张雅琪 我觉得他的这个找东西的逻辑很有意思 他其实跟宇童相反 他找证据 他是从证据里面找问题 然后推他的论点 是 我现在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他刚讲那个谁是 宇童 学校老师是只是教那些大块的这几个 对 就是老师会告诉你说 一旦犯了这个罪的话 ABCD满足的话他就够罪了 但是到底是因为什么证据 使得我们可以认定 他这个A条件满足 是需要去认证 实战中是要通过这些证据来支撑那个点 是的 我觉得这很适合陈铭老师 因为节目播完之后 因为他很擅长 你知道自己打自己 陈铭老师辩论很强 微博上就有很多的网友就说 他是那种最强辩手 也确实是最强辩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陈铭老师 我觉得最有发言权 你感觉从这个视角 他们辩论的这个话语场当中 你有什么感受 或者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 我自己打辩论的习惯是 我所说过的所有的话 要把我这个人放到对面去 反驳我自己 就自己打自己先 只有那个对面 已经是我也反驳不了的话 我才能在场上讲出来 我要预设对面占着四个我 我说到的每一点他都反驳不了 所以我讲过的每一句话 在之前要经过自己 非常充分的驳斥 就是各个角度的饱和的攻击 你一般进行这个过程的时候 是在什么空间当中进行 洗澡 我真的觉得特别有画面感 你不觉得吗 就一个人在洗澡 一定要独处 在这个环节 他洗澡的时候只有水声 然后那个时候你没有手机 没有人跟你说话 他有一个大块的 完整的独处空间 我就有一个充分的 能让自己安静下来 每一条线都要捋清楚的 我真不能找一个你这样的对象 我完蛋了 真的 每天他都要来回辩论 不能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方式 我可以在戏里借鉴 但是请问你是脱光了吗 哥 洗澡 哥 打上香皂吗 洗澡 打上沐浴露吗 打打打打打打 不然的哥 洗澡 你是冲着吗 不是哥 我们在洗澡 一定要有热水吗 热水 热水 是泡着澡还是在冲着 我喜欢冲着 一个小时吗 不至于 那有点沸水 那有点泡泡发了 听问你抹的是什么牌子 小明哥在这儿观察生活细节 非常细节 对 我觉得可以借用在戏里边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是水温要淋在头皮上 会带来一种很松实的 请问是37度吗 差不多了 哥 开个玩笑 我参加完这个节目 我最大的感受是 我不能找一个这样的对象 罗基斯威太强了 那要吵几架来 一套又一套的 真受不了 老变手们反而很少吵架 对 会不会你以为你没有在吵 会很少 又为啥呢 他犹豫了 你能不能懂我 我懂 就他以为他没有在吵 但其实你已经快在逼死了 老变手吵架 是不是要先准备四天 先要洗个澡 我要怎么反驳他呢 就是你老公想跟你吵架 他周一到周四在准备 周五来跟你 我要对我老婆说只有一句话了 就是我们俩不吵架的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在我人生中 他永远是我的己方便游 因为他是我自己这一对的 所以我怎么可能跟他吵架 你好会啊 天哪 好甜哦 好了啦 要命了啦 猜客猜测了啦 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白了 泡发的 过不去了洗澡 过不去了 哎我的天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 屈多多职场充能竞猜时刻 这场我们要预测的是 在这一次辩论过程当中 排名前三的实习生分别是谁 那本次呢 我们加油团也是个人作战 我们会给每一位提供一个体版 然后大家依次在照片上为他们盖章 马上我们就开始盖章了 我先要提醒一下各位有几个小点 第一点是 除了他们刚刚每个个人的表现之外 团队如果盈了的话 每人加三分 对 这个要把这个分数算上 第二点很重要是 这次的前三名 会出现并列的情况 那就一共四个 因为有并列的情况 所以一共是有四位 都在前三名的位置上 那这四位我们只要猜对 其中三位就可以了 这难度不大 姐 别这样说 不不不 等一下 这样 那个彭彭选哪个 我们就选 漂亮 彭彭先来 来 彭彭 你们这样真的觉得我透了提的 反正我们都跟着你 但你好好打 那我得先去洗个澡吧 那个头 我印象最深的是王毅吗 他前面已经五分了 是这样 我们七个人当中 要有四个 或四个以上 我们就可以点亮充能之路 放心吧 会有的 但是我们只要 每个人打中前三名 我们就算这个人中了 王毅 王毅第一张 对 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如果赢了再加三分 八分 雅琪 我觉得就是空方赢的几率不大 选空方的话很危险 我明白你意思了 就是等黄凯加了三分之后 就没有雅琪了 对 黄凯刚刚是多少分 两分 那还有谁是两分 两分是胡明浩 黄凯和King 他们三个都是两分 我先选一个王毅 然后我觉得我再选一个王毅 我最后还是许一位王毅 那我们最后一位王毅 心里有是个王毅 对 对 那个王毅 那个王毅 循 admire 我 但是 我 你 我 如果是我的话 我首先他是肯定的 然后 我会偷黄凯 偷 黄凯今天表演蛮不错的 胡明浩一直没有发言 我会觉得胡明浩 可能最后会站出来 那可以 这该一个 胡明浩 我觉得他是会再发演的 黄凯跟Kim之间的话 我觉得黄凯吧 他今天的这些点抓得比较准 也许他还有一些出乎意料的 这个证据 可能能够再举出来的话 也许他可以再发一次演 那就是这个吧 来 那就直接来盖吧 我觉得比较遗致 王毅 没问题 我也觉得胡明浩后面 应该会来个大 他准备得很充分 他发言发的不算多 可能在后面 第三个是谁 张亚齐还是 朱绰莹 我觉得张亚齐 发言的欲望很强烈 我感觉他会争取几轮 行 也别这么草率吧 你不是 我是支持张亚齐的 我觉得他会有 我刚才也想选亚齐 亚齐他得再战两次 他才可能拿到 那个平局的可能 因为他刚刚讲 团队赢了之后 那些人加了三分 都比亚齐的分还高了 有道理 那就黄凯了 王毅言语 毫不犹豫 对吧 对 黄凯我个人觉得 他有可能 要不是他 要不是胡明浩 有可能会是一个绝杀的 黄凯我还蛮喜欢他的 现在有几个选 选Kim 选朱绰莹的 他选了Kim Kim有一位 那我现在选Kim 有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我现在只能选胡明浩 落地生根 好 那这次我们能不能点亮 第三站的充能之路呢 辩论还在继续 来 我们一起继续看 驳斥啊 听进去 驳斥 驳斥 开始 刚才对方说 张三有自动投案 构成自首 我方不认可 虽然张三有自动投案的情节 但是并不直接构成自首 从而减轻量刑 根据刑法的第67条 第一款规定 犯罪以后 自动投案的 如实供述自己 罪行的是自首 但是张三在询问时 有所隐瞒 包括 但不限于 他是否从事过 象牙运输 以及其他一些 关于李四的 之间聊天的行为 与他们之间的 微信聊天记录 有所出入 所以说 并不能直接证明 张三他有 如实供述自己 罪行的这一条 所以张三 虽然有自动投案的情节 并不直接构成自首 成啊 漂亮 搬回一场 可以啊 邪魅一下 好那由 共方继续发言 我方认为 张三在主观上 是具有故意的 张三在询问时 当其被问之 其是否知晓 香港的伪报 木探为象牙的案件时 说其不知 但是张三和 李四2020年 7月28日的 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张三是提前 就已经知晓 是不可以走私象牙的 所以 其具有主观上的 犯罪故意 在哪 漂亮 对啊 又归零了 是不是控方赢了呀 应该不会吧 也有可能 五分了 你猜对了 下面请辩方进行驳斥 开始 下面请辩方继续发言 你好漂亮 好四号同学 我方提出一个 减轻罪责的原因 及本案的涉案金额 在本案中 鉴定方把亚洲象 非洲象和蒙马象 所有的象的牙齿 共同进行计算 根据我国的规定 只有亚洲象和非洲象的走私 才构成走私珍贵物品罪 根据2020年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一罪刑事判决书认为 走私蒙马象 仅构成走私普通物品罪 如果蒙马象 作为走私普通货物罪 进行计算涉案金额的话 涉案金额仅为50万 但是如果按照 走私珍贵物品罪 进行计算涉案金额的话 那金额将会达到3600万 因此本案中 某方要求法院 在考虑量刑时 考虑这些因素 但我真的多我了 但角度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对 采纳 把这个证据这个点 真的是打得透透的 下面请控方进行驳斥 开始 控方一到证据就安静 我天 那下面请控方进行发言 开始 1号 我方认为张三在主观上 具有犯罪的故意 又是打主观 其知晓 走私向牙的行为 为违法行为 根据张三和李四的 聊天记录显示 李四在告知张三运输的 货物是向牙后 在聊到从哪里入境的时候 李四说 你比较熟悉这里面的门路 你看走哪里比较好 张三回答 我一般走香港 通过这个对话 我们可以推出两层含义 第一张三默许了对于运输向牙的门路 门路这个词语可能是一种带负面意思的非法行为 其二这表明张三并没有直接说明其之前没有运输过向牙的行为 所以张三主观上就有故意 惨了 雅琪可以啊 六分 六分了 这雅琪还是反应还是在的 他关注细节 对 关注细节 所以说他会抓到这些对话当中的某一个字 下面请辩方进行驳斥 四号同学 行为飞行间中采取的证明标准是排出合理怀疑 但是刚刚控方仅仅说门路这个词可能是说明这个中间涉及一些非法的行为 但是在紧接着这句话之前张三还询问过这些都是合法的 李四回答当然合法 你在A国待过见过不少了吧 因此我们认为此处这个门路并不能认定张三就是要找一个非法的门路来走思想牙 采纳 果然湖明号后来居上啊 死扯这已经到了细节中的细节了 下面由辩方进行发言开始 语童 加油 最后那位同学 我方对鉴定报告提出质疑 鉴定人在鉴定人内栏为助理研究员 司法鉴定人申报各层级职称 需要由初级中级高级 所以助理研究员不一定 才呢 开张了 我们现在两个赛点 赛点 又是赛点 好 下面请控方驳斥 开始 好 这个点非常关键 看看他能不能驳斥以及能不能被采纳 对 好 没有 没有 又没有 没有 又没有 哎呀 那下面请控方进行发言 开始 一号 又是张亚琪 很优秀 好 再来一个细节 张三主官上有犯走私珍贵物品制品罪的故意 在主官上他是有明知的 根据2020年7月28日 张三和李四的聊天记录显示 看记录看的是真仔细 他主抓聊天记录 当双方都知道了在香港有象牙 当双方知道了通过象牙 通过香港后可能会被海关查处后 张三就跟李四说 你在越南和广西有没有认识的人 在此之后李四说了句 应该有人可以来帮我们 此词帮就是想要绕过正规的海关抽查 来达到将象牙通过非正规途径 运进国内的目的 对于李四的这句话 张三的回复是 你定下来之后可以直接告诉我 这表明张三默许了 他运送的货物是非法货物 是需要别人的帮助 才能绕过海关抽查 不被查处的 好 那这个可以採纳 全场最高 好 那下面请辩方驳斥开始 三位同学 根据起诉状 本案所讨论的焦点是 是否应当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案中确实张三和李四 在得知香港海关查处了一批 走私物品后 决定换口案入境 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就是 张三和李四的确认为 他的象牙和木炭 都是符合海关相关法规规定 可以进口 但是由于涉及到报税 以及避税的原因而选择更换口案 因此我方认为 张三和李四选择更换口案的行为 并不能够证明 他们有走私珍贵动物制品 这一行为的主观故意 郭敏昊也很积极 很主动 去大脸 这最后阶段 唯一敢站起来在拨斥的实习生 我觉得这很不容易 这个不才能 这不才能吗 天哪 那下面请辩方 好 一号 我方认为 我方被告人 是属于犯罪终止 是犯罪被完成的形态 他采取了 与这个犯罪计划相关的行为 仅仅限于他本人前往越南 为了终止这个犯罪计划 他甚至安排把货轨折返回到非洲A国 所以被告人的行为属于犯罪终止 基于他在很久的阶段已经终止犯罪 并没有造成损害 应当免除处罚 在那 编冰赏的一号这个小姑娘 就是港大的 就是说到犯罪终止 这个让我另眼相看 对对对 坚布里作为一个对 中国内地法不熟的 他能够把这个犯罪终止的概念提出来 还是不容易 下面请控方继续发言 开始 肖阳好沉默 好荡 也可能他想的点被别人说过了 对 你好 哇 天哪 异军突起啊 五方认为张三具有犯罪的故意 在讯问的过程中 问张三 船运公司是否问过您 您运送的是什么货物 在这个问题中 张三的回复为 船运公司并没有问此问题 但是在海运船舶的订舱单上 必须要写明 是什么样的货物 这是尤为关键的 对于海上订单来说 所以说张三之所以隐瞒此条信息 或者其构成虚假陈述 其可能是因为 他 张三知道 如果 硬着头皮上 他这属于 确实紧张 已是赛点了 如果表达出了 船运公司知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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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表达出了 其 船运公司知道 其运送的是货物 这样一个情节 可能对于张三的犯罪构成来说 是有不利的 可能会增加其量刑情节 所以说我方认为 张三他在此当中 此讯物当中有所隐瞒 这个关键不成了 糟了 下面继续由辩方发言 开始 天 一号 我方认为在这个共犯犯罪里边 被告人不具有违法认识的可能性 本案中 被告人只有小学的学历 而且被告人是受到李四的教唆 他曾经于微信询问李四 这个行为是否合法 李四保证是合法 才令他误以为 象牙运输时 这个行为是合法的 因此在缺乏违法性认识 可能性的情况下 被告人不够成犯罪 这个如果采纳了 真是个惊艳的点 采纳 结束了 那我们游戏 完蛋了 哇塞 游戏 完蛋了 辩方一局直接打阵 辩波也不改变 现在胜利的团队是辩方 我们猜输了对不对 对 我们四个都错了 因为我们四个是一样的 结果是Kim是吧 对 应该是把黄凯换成Kim就可以 Kim 胜利的辩方将每人获得增加三分 好 好 好 都给自己鼓鼓上的 对 好 很精彩 很精彩 那么这样 数一下自己的铅笔 这样其实都是一落笔 这个也 那么场上现在得分最高的是 King 王毅 严谊同学 好吧 他是这次辩论赛目前的第一名 第二名是Kim 第三名有两位是 两位 郭敏昊 郭 郭敏昊和张夏琪 张夏琪 是的 太厉害了 那让我们先热烈的掌声 祝贺他们一下 那么我们先请王律师 给我们大家讲解一下 整个案件的复杂性和难度 以及做这些事情的价值所在 我相信有一句话大家都听过 叫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那我们国家从2017年开始 就已经是全面禁止了 象牙的商业性的一个加工销售 那这几年呢 就是中国海关也在不断的 加大对于走私 并因为野生动物 极其制品的一个力度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案子 在实际的判决当中 法院是认定当事人张三 是构成走私犯罪的 但是在定罪之余呢 也是充分地听取了 我们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所以准确地认定 张三的走私行为 是属于预备阶段的犯罪宗旨 准 那这个判例呢 一方面是体现了我们国家 打击走私犯罪的力度 另一方面就是体现了 我们上路介绍的 刑事辩护的价值跟意义所在 就是保障我们当事人 充分的一个辩护权 和诉讼权利 那最后一句话就是 我们业界也常说的 就是说刑事律师办的不是案子 而是别人的人生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次计划共勉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这王律师说话也是清俭 又特别地精彩 好 那展示结果情形先到这里 我等一下会把邮件的形式 发QPI给大家 来 大家先回公位 你咋啦 店门打得太激烈了 我现在都有点透不过气 那就来两粒去卖无糖薄荷糖 爽快一下您们喂的 嘴巴底像开了空调 连呼吸都是清凉冰爽的 当然 嗯 劝完我又可以了 是吧 真的很爽快 我现在根本听不下来 妈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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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King是最不容易的 真的 他真的完全听不懂 嗯 但是他还能这么厉害 他的理解能力还是挺强的 嗯 我心里面有那么困难 我也想 肖阳的情绪不太高 数一下自己的铅笔 七根 八根 五根 六根 四根 六根 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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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阳 一根 可是都没想到 他是不是没有说服自己啊 哎呀 你们 你们太可惜了 老师好暖心啊 他就排排在这 我唱的还忍呢 大家邮件收到了吧 收到了 啊 啊 三十 他现在五十五了 他来得最晚 哇 张雅琪到第二了 张雅琪第二 五根号第三 哦 林列第三 Kimi可以 Kimi第三 好 好 好 有需要复盘的 找黄律师 等我们都可以 喂 文婷啊 嗯 王凯的 他不在这儿 那你 你先过来吧 好 他怎么能做 我来嘛 我来连快 我去找黄设计 我去找黄设计 你也去找黄设计 我去找黄设计 我想到有点开始怀疑我自己了 他压力已经上来了 小阳 他主动 小阳 成立怎么了 你有什么人要聊聊的吗 您说今天的课题吗 我觉得你准备的好吗 我觉得我准备挺充分的 但是有些点没有被采纳 对 所以我觉得我之后 可能得跟王律师聊一聊 对 还有什么想法 你可以跟我说没关系 我觉得我今天还是进步了一些 就开始抢话 对 勇于发言 对 事情不但是 对 就我开始抢答了 我觉得 这不是我能做出来的事情 那下面请控方发言 那下面请控方发言 他又开始了 我抢了 这跟他原本的性格相差很多 这种抢发言的那种行为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 抢答有什么不对 你肖阳就应该是 正正常常的轮到我说我才说 对 是 然后我今天被那个 反驳了几次之后 有点着急了 然后我开始 坐不住 我不是很喜欢那个状态 这并不是不对的事情 这是对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要是去做一个律师的话 这一定是对的事情 因为律师他没有办法做到说 轮到你你才讲话 因为就慢了 一定要主动不能被动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几个课题下来 突然觉得 是不是自己能力方向出现的问题 这个必须得贴起来 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好点 热闹是他们的 好扎心啊这个镜头 其实我感觉自己准备的还可以 但是结果我确实是全场得分最低的一个 我是从你比赛快结束的时候 我已经关注到你的脸上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沮丧的表情 那就是沮丧嘛 那就是沮丧嘛 对 就是哎呀就这样了 大决一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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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对自己的身材师学的东西有所怀疑 千万不要上升到这个高度 应该对自己更加有信心 我看到自己哪里有些不足的地方 诶 意识到一些东西 总多多少少有些成长 那就是成功 我觉得这就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所以从一场变论赛下来 你观察别人的长处优点 总结自己的优势 弱势或者说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一定是有很多东西能想得明白的 对你不是坏事 千万不要沮丧 要看到自己在进步 有提高有想通很多东西就是提高 老师讲得真好 职场上遇到这种老师真的是才 好 谢谢 谢谢场队 对 全是跟德华的合影 好多德华的照片 全是德华 好想看到等一下她回来了 看到这个的表情 到处都是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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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你怎么突然不见了 好温暖 嗯 都是大家的声音 有点感动 都是你 而且我 没合照我想干嘛 别人是吧 别人是吧 别人是你 哇塞 这个可以 这个合照 哇 我跟德华 这个画好丑 好像海报一样 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你也在兰扣铺铺 你未来上学习职场课程呢 对啊 最近考核比较多 压力也比较大 我学过一个压力不可少 就发展积极的压力课程 还挺适合你的 确实 我最近需要点动力 嗯 我帮你找找 你看 课程中说到 有压力是常态 化解压力可以采取一些行动 首先呢 你可以针对自己的弱势 做一些专门的成长计划 提升自信 专业能力是我们自信的底气 其次呢 你可以找一个榜样 激励自己像榜样看齐 在压力中找到努力的方向 最后 你就可以多鼓励自己提升自信 嗯 感觉这个课程会对我有帮助 加油哦 调整好心态 下次一定可以更好的 嗯 还是很美好的 嗯 德华加油啊 这一趴其实 我觉得最聚焦的是 在肖阳身上 我置身其中 我都想隔着屏幕 跟肖阳再说两句 结果他非常非常优秀 肖阳的眼里有光芒 但是没有火焰 张雅琪的眼里是有火焰 是的 我相信肖阳很多瞬间 就在想我是很优秀的啊 为什么我的铅笔数 我每一轮的KPI 我都会慢慢地往下走 我觉得你眼里有光 是因为你有专注 有血氧上的这种 这种深厚的积淀 但是你眼里没有火 你缺乏战斗欲望 你缺乏那种必胜的激情 你结果在最后一刻 我都觉得 我们已经被对方 即将要打穿了 那个时候 如果眼里有火 就会要这样棋呀 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快说 你又怎么样呢 我先搏一轮 我先再反搏一轮 我再挽回一下 万一不被踩 那就不被呗 我是一个律师 如果我内敛像肖阳 现在的状态 那么我一定会去修正他 那我就觉得可能肖阳 他可以不断地修 修整成一个更加精进的肖阳 我也觉得 但是他不会变成一个 同样的张雅琪 这个我赞同 我其实刚刚看肖阳的时候 我就有一句话 我就是印象特别深刻 就他说他举手抢答 有点不像他自己了 对 其实我也是一个 不太爱举手去抢答的一个人 因为我也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不太像我 我好像会 就是抢了别人的风头 或者怎么样 但是 我觉得 就是一个人 他的复杂和他的矛盾 其实是一个人 进步和成长的动力 肖阳有点太把自己 局限在自己的一个空间里面了 他可能会觉得说 如果我这样做了 别人会对我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 但是我现在慢慢地 也开始觉得说 自己内心的第一想法 才是那个真正的我 我可能就是想在这个地方 展示我自己的时候 那我现在就会去展示我自己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局限 因为一个人的性格 在我看来 他是会随着不同的年龄阶段 他会去有改变的 那改变的那个你 他其实也是你 只要你现在展示出来的 你所呈现给大家的那个你 他就是真正的你 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说太好了 我就觉得弟弟的谈吐 输出的这个观点 我感觉他上次所提到的那些书单 他是真看了 还没刚才军训 真的真的 刮目相看 谢谢姐 真的 因为改变永远是要发生的 他不是说你想不变 他就能不变的 人是在一个流动的长河之中 所以你能决定的只有一件事 往哪个方向去改变 那改变这些东西 是不是你想要的 肖阳的这种改变 是适合律师的职业需求 对啊 我觉得变得不像自己的 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因为我某段时间 我特别怕听到一句话 就是他每人说 那个运程我感觉 你最近好像变了 就我觉得你变了这个词 对于我来说 当时我觉得它是一个否定词 就好像我不像原来的自己的 我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 变得越来越难以共情 或者说你一个案子 你处理的太多了之后 你确实没有办法 每一个案件 你都跟当事人达到共情 但是那个时候会有点委屈 我说我自己这么努力 然后我变得 所谓的素质各方面能力 或者说变得更强了 比以前自己 但是你却告诉我说你变了 就有点转不过来这个弯 让彭老师讲一下他的观点吧 我听我在学习 来吧 特别想听 没有 我没有什么我在 因为刚刚前面 陈绿跟肖阳聊的时候 他有肖阳展现出了一种 就是说他去抢别人东西 他会觉得有点耻感 因为现在网上有一个说法 有一个词也很火 叫职场羞耻症 就有很多行为 在职场上如果做出来之后 那个做的人自己会有一种 奇怪的羞耻感 对啊 陈老师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你就让我很羞耻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说一些实质修士的 我说一些客观评价 你不会觉得很羞耻吧 对 我很羞耻 我每个字都很客观啊 哇 我要记了 那个不叫职场羞耻 那叫害羞了 我现在又开始了 我帮大家列举几条 只想像现在 大家有经常提到的羞耻 比如说努力羞耻 就你好像展现出一个 好努力的样子 你就有一种别人的目光 要怎么看我啊 那种羞耻 再比如说发言羞耻 就有领导在 然后一群人 你的团队都在 然后要发言 我不断地去抢着发言 会形成一种好争啊 好想要啊 的那种感觉 甚至还有一种羞耻 叫精致羞耻 精致 画了一个精致的全装 搭配一套衣服 然后大家看到自己的目光 都会觉得 我今天打扮得这么精致 是不得不邋遢一点 以去迎合很多目光的 所谓的平庸的评价 还有拒绝羞耻 请假羞耻 拒绝羞耻很常见 老好人吧 对 就不管别人说了什么 你要说不 你就觉得我好羞耻 你会有吗 会会 问我借钱呢 我自己知道不应该借 我还是会借 哇 小明哥 我最近呢 小明哥 小明哥 话都说到这儿了 借钱羞耻 真的真的让人很开心 也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年了都告诉自己 不可以不可以 我也说不了好多次了 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又开始了 是借钱人的水平又提高了 但我这个我就很 我原来就不会借 但我现在就不借了 怎么做到的 你怎么回 我 有的时候不回 好 可是我为什么 没有办法做到不回的 我哪怕要拒绝 我也得说一个对不起 我 你这个人好好 你们发我信息 我有不回过吗 没有 小明哥都是最后回 对 小明哥都回 导致最后 表情猫都要逗好几轮 发好久 表情猫 胡该你胡 我又开始羞耻感了 这个红耳朵比赛 俊玲 我吗 我之前可能会有一点 努力羞耻 就可能在学校里边那种 比如说 我今天去了趟图书馆 可能就是好朋友的 就无意间就说一句嘛 调侃一下嘛 人家比如说 你看他又去图书馆了 又学习呢 我没有 没去 就那边看剧的 对 虽然知道大家是开玩笑 但是心里面 其实还是会有一种 那我是不是 别在大家面前 这个样子 会有 然后有一段时间 比如说 我稍微背背单词 我不会就是 在有人的地方背 就是我会 我会偷偷的 我会躲着的 因为就是 总感觉不太好 对 但是作为我的身份嘛 我还是一个艺人 很多人会支持我 关注我 那我觉得 我还应该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通过我自己的 努力去学习 然后我希望带动更多的 像比如说我的粉丝啊 能够引导他们去更好的去学习 引导他们去更好的生活 所以说 这也是我在努力学习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动力 为你鼓掌 太棒了 今天这一期节目播完 数千万朋友 已经开始疯狂背单词了 对 而且如果大家都开始背单词 就不需要有某人躲着背了 就不需要躲着背了 对 那在我们这个月的实习过程当中呢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工作安排 就是工作地点会发生变化 之前都在深圳 接下来 挪到香港了 哦 我们的整个team要进入到香港 进行出差和游学 而我们也将跟着石医生的视角 前往香港 新环境 新挑战 石医生们会有怎样的新表现 我们拭目以待 下一段VCR 第五个课题 香港的模拟法庭 你们的对手 将会是来自 近天香港办公室的小伙伴 这一次遵循的是 中国香港的 模拟法庭的规则 以全英文出战 我们八位实习生呢 将会有两位 作为代表 最初对战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 我们这次的课题 是一个团队战 是我们八个人的荣誉之战 太酷了 朋友们 团队战 团队战 所有都是一体的 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香港律师会 欢迎各位来参观 我们立法会 我们香港是全国唯一的 主动法地区 香港欢迎你 出展香港的模拟法庭 请各位务必精诚合作 一起做好这个课题 本节目由清爽 根本停不下来的 炫卖行业赞助播出 那年轻的自己 其实当时想法也很单纯 觉得大家是一个团队 应该并肩作战 所以呢 自己就不敢轻易离席 当时的我就是轻易不起嫁 非必要不请吵架 但是现在作为一个 20年的职场老人 回想当时自己 觉得当时呢 有点过度的责任感了 那总是担心 会不会因为自己的离席啊 影响整体的进度 但现在看来 其实一个团队 不会因为某个人的短暂离席 就丧失了功能 否则我觉得应该反省 是不是整个团队的运转 有了问题 当年我面试一个公司 面试的老板当时跟我说 哎你真不错 我觉得你的工资值八千 我当时一定八千 我刚毕业很高的薪酬了呀 然后我就入职了 入职 HI给我拿一份合同来 上面写的是六千 我怎么办呢 我签了 我当时我休职真的办了 希望大家以后勇敢的去面对 勇敢的跟老板说 就是如果我还能再回到以前的我的话 我一定会问一圈 不对呀 当时老板跟我说 给到我的十八千 我一定会问一句 就当你自己很害羞的时候 其实别人不能体会你的意思 反倒觉得你 哎你是不是不想积极不想努力啊 那后来我自己在生活和实践的过程中 其实也碰到了一些挫折和磨难 然后这个时候反倒激发了我的斗志 就是我突然发现自己不主动不努力 很多机会可能就会失去 就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就做自己写的所有事情 上腾讯视频 令人心动的offer第五季节目讨论区 参与节目投票话题讨论 来offer信箱留个言 有机会得到专属回应哦 上微博 参与令人心动的offer 一体辩论 畅所预言你的观点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网易新闻 新浪新闻 界面新闻 至于成果娱乐 影视聚焦 环球在线 一点资讯 华语之声 天意视讯 WiFi万能钥匙 中华万年力 知乎历历成传媒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令人心动的offer第五季 每周二周三19点更新上下集 会员抢先看48小时 每周五中午12点加更版 每周六中午12点 陪你看offer 会员专享更多精彩 周中还有独家采访 神秘直播随机掉落 農政 jumped 字幕 他